光是听起来这些酷刑就足以让人感到窒息了 我想看到这里很多人会问 这么多的冤案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是个别警察的偏好 还是来自社会的破案压力比较大 或者根本就是业界的潜规则 我们通过刚才案件中的一些细节来寻找答案 台湾东海之狼案中 当年被警方冤枉定罪的继父人 如今回归平静生活 但当得知真正的凶手落网时 继父人的父亲情绪激动 更让家属愤怒的是案件中的关键证物 到最后却适时丢失 导致翻案时无从查证 台湾民嘴评论认为 这是警方刻意在掩盖失误 这些东西不见是不小心不见的 还是发现说 不是那个人 蚊子不见了 是故意还是过失 这个我很怀疑的 如果是故意的话 因为我必须讲 我们不是第一件有这种重要证物不见的案子 已经很多件了 让他查到后面不是那么回事的时候 他只有一件事情尽力去干 江国庆案中 其实真凶许荣舟早就在案发后自白 承认是他强奸谢姓女童 但是军方办案人员硬是不相信 坚决草率枪决江国庆 而院子针对说这些东西跟采集到的跟江国庆相不相符 刑事局的监定报告写说是不相符的 那么这一点有力的证据判决书里面不差 身为专业的警务人员 调查之本是用证据说话 然而冤案中的调查人员 却为何一而再不问事实 不看证据 只听嫌疑人一面之词 甚至在明知有误的情况下 现在自白这个东西影响了台湾的自发体系 所以我们警察办案有希望这个东西出来 因为只有自白是最快破案最迅速的一个方式 包含警察 包含检察官 甚至法官 对于自白 他们通常是90%都买单 很少 很少说不买单 江岸震惊社会 舆论直指台湾当局黑白颠倒滥用职权 马英九在压力中 带着防务部门负责人高华柱 亲自到江家道歉 标政府 把你 把你的家秀 把江国庆本人 都来赌钱 因为 我是感觉这种的大事 对 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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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心还很大 我们协助家属 平反 同时取得应该有的赔偿 那其实不是 他现在说 他等这个三千年 在这六千 还几年我不知道 甚至没有十年 十年 江家律师黄大元表示 依照冤语赔偿 江国庆的母亲至少可以获得三千万新台币 而随后台湾当局紧急通过刑事补偿法提高补偿金额取消上限 江家可以获得将近新台币一亿元 相当于两千二百万人民币的补偿金额 并规定 以后审讯必须全程录影 防止类似事件发生 我再多的钱 我真的没有办法离谱 我儿子的怨望 没有办法原谅那些 没有办法原谅 谢谢观看